这只蜥蜴快被晒脱水了 它举起玻璃杯 那是最后的小水滴 努力伸出长舌头 刚到舌尖就变成了蒸汽 可怜的蜥蜴都要给晒脱了皮了 瞬间干枯了一半 又脱掉一层 那小雨伞都化为了灰烬冒烟 为了活下去 它在沙漠中寻找水源 突然天空飞来一只老鹰 吓得它六神无主寻找掩护 却被扎得大声惨叫 伪装成仙人掌 但姿太少 它赶紧趴地上 寻蛤蟆伪装成大石头 那蛤蟆忽悠它赶紧变颜色 花里胡哨变了一圈 都没有变成伪装色 还成功地吸引了老鹰的火力 一声惨叫它夺路而逃 直接钻进了玻璃瓶里 那老鹰急嘴下来没有办法 它以为安全了 没想到被抓到了空中丢下 哭斥一声 咱蛤蟆背上 气得蛤蟆破口大骂 老鹰扑来 吓得站起来就跑 都忘了自己居然会跳 不吃一声 那玻璃瓶碎了 惹得蛤蟆大响 下一秒 被叼走轮轮了食物 而就在不久前 蜥蜴还是娇生惯养的宠物 结果 柴使官一个操作失误 直接把它甩了出去 不吃一声碎脸 躺地上直接摩擦出两米地 那高温 给蜥蜴烤得够强 钢里的水瞬间被烤干 喝都赶不上挥发的速度 刚躲过老鹰的攻击 可抬头又撞上了枪口 原来虚到了同类小美 她长得绝世眉颜 一开口既是个结巴 西跟她来到陌生的小镇 先跟跳蚤学走路 再跟突就走残疾的步伐 迈着六亲不认的姿势 走进了酒吧 但里面的人都不是啥善叉 但西没有怂 当即发挥表演天赋 张嘴就是天王盖地湖 宝塔正和妖 给所有妖精都给吓住了 她本想会有点水喝 却不知道 谁在小镇里也是稀缺资源 这名都把水当钞票存银行 想供孩子上学 改变命运 但谁也没想到 银行里的水 无缘无果失踪了 小镇即将迎来大麻烦了 这群村把闯进了酒馆 那大哥自溜一口 下一秒还吞云吐雾 西虽然害怕 但气势可不能丢 抢过雪茄 就塞嘴里 弹小指头 眼看要背不住了 店小二紧忙枕上 66.66度的烈酒 拿起来一口闷掉 村把怒火燃烧 眼看脚发飙 抄起抹布 啪啪几下打脸 那伙更大了 抄起酒瓶 不吃一娇 沾点口水 碾掉那小火苗 气得村把拍走 轮要决斗 激定胜诉 也决生死 人人站在街头 比划姿势 突然 黑影划过 顿时关门庇护 鸦雀无声 格内西 嘚瑟得摇头晃脑 下一秒 尖嘴铁牙 将他给吓坏了 扭头就躲进了屎坑里 老鹰两出力炸 咔嚓一下 一下子 就给屎坑削了两半 趁老鹰分神 撒脚丫子就开逃 一阵鸡飞狗跳的追赶 躲进了自动贩卖 激装玩具 咔咔两下 脸都下绿了 没想到 那老鹰也是行家 头臂选择小蜥蜴 等老鹰伸头查看 蜥蜴又逃跑了 可没跑机密 就吊住绳子 他拔枪对着绳子射击 那子弹扑扑乱弹 哭斥一声 那老鹰隐恨黄泉 经此一战 西洋名利万 成了小镇的英雄 那镇长 亲自热名他为治安官 拥有在放水日 优先喝水的特权 没想 刚碰小碗走上前 结果一头淤泥湖面 内水管竟然没水了 这名瞬间打乱 要跟银行提线 西站出来维持秩序 并保证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当晚就逮着俩挖地道的大哥 啥都不说 直接认定别人是来勘探的 不仅贴心的送上小工具 还开出勘探许可证 第二天 带上一队人马就开追 终于在沙漠中给逮住 但对方有蝙蝠大军撑腰 脚灰水桶赶紧开跑 但最后 发现桶里却没有水 原来 昨晚他们去偷水时 就已经有人抢先了一步 大哥张开獠牙 喷出一杯小饮料 那蜥蜴都给吓坏了 因为失误导致水库被盗 小镇失去了生存的水源 可镇长却完全不着急 还忙着搞建筑 而蜥蜴发现 镇长鞋底有泥 蜥蜴和小美分析 是镇长在搞鬼 而镇长起来了恶霸蛇哥 说对付蜥蜴 蜴蜴的光辉事迹都是编的 当场就给赶出了小镇 在镇民们失望的眼神中离开了 他在沙漠中 遇到了球鱼老头 这才知道 这里原本是一片湖泊 可现在全都干涸一片 他刚随着植物寻找水源 看到远处的城市才明白 镇长控制水源 是为了低价收购镇民的土地 而另一边 他正威逼小美卖掉农场 但换来的是小美的抵制 小伟蛇正想送她去西北 喜及时赶了回来 加一要与小伟蛇决斗拖延时间 叶鼠家族河里打开了水闸 一时之间 小镇各出大量的水喷涌而出 积极败坏的小伟蛇 被一个貌似鹰的影子吓坏了 仔细一看是蝙蝠假扮的 气呼呼的他 对蝙蝠群乱射 等子弹打完 身后的心已经举起了手枪 本可以用最后的子弹送走他 但小美还在镇长的手里 为了小美 他放下了枪 最后被关进了水池里 而镇长小沙没有利用价值的响尾蛇 蜥蜴却把最后那颗子弹打碎了玻璃 水池玻璃招被水压爆 大家统统被强大的水流给冲了出来 响尾蛇佩服他的英勇 决定放过他 但镇长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被响尾蛇给带走 有了水源的小镇 重新恢复了快乐祥和 小蜥蜴也真的成了大英雄